若望福音 第21章 这些时候,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 他是这样显现的 当西满伯多禄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加里雷亚加纳的纳塔乃尔 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出去上了船 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 已经到了早晨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向他们说 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 他们便撒下网去 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 是主 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 他原是赤着身 就树上外衣纵身跳入海里 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轴 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 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 西满伯多禄便上去 把网拉上岸来 网里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 递给他们 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 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 向门徒显现 这已是第三次 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伯多禄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羔羊 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多禄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目放我的羊群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你爱我吗 便忧愁起来 便忧愁起来 所以向他说 主啊 一切你都知道 你晓得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羊群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年少时 自己竖上腰 任意往来 但到了老年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给你束上腰 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耶稣说这话 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 去光荣天主 说完这话 又对他说 跟随我吧 伯多禄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即在晚餐时 靠耶稣胸膛前问 主 是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 伯多禄一看见他 就对耶稣说 主 他怎样 耶稣向他说 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 与你何干 你只管跟随我 于是在兄弟们中间 传出这话说 那门徒不死 其实 耶稣并没有说 他不死 而只说 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 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作证 且写下这些事的 就是这个门徒 我们知道 他的作证是真实的 耶稣所行的 还有许多别的事 假使要一一写出来 我想所要写的书 连这世界也容不下 他只要写下 我真的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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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写下 我真的不满意 我真的不满意 你怎么可能 他就没有一写 我真的不满意 我真的不满意